我告诉你啊 这个五花肉买回来之后不要种炖的吃了 今天教你个新的吃法 香辣酥脆好吃真的太好吃了 买回来的五花肉直接给他切成小块 记住了啊 千万不要去皮 这是熟睡的关键 加上大号的葱酱料酒半勺生抽 少放上一些蚝油提鲜 少放一点精盐 再放一些胡椒粉 用我的小胖手 咱们给他抓匀 抓匀之后腌制十分钟 让它更好的入味 准备大蒜 咱们用刀牌 哎呦去 咱们还是切点吧 再准备一点这个小葱花 腌制好的五花肉 咱们把葱酱给它跳出去 然后抓上一把干淀粉 这个粉不需要太厚 薄薄的一绳就可以 油温给他烧到六成热 然后把五花肉一块一块的下锅炸 在家里做过有菜 就记住一点啊 不要一次下的太多了 第一锅给他炸的定型 然后烙出去 再往锅里下第二锅 这样炸他就不会粘连 全部炸好之后 把之前炸好的肉一起挥油 第一遍开中火 大约需要三分钟 把五花肉给他炸熟 炸的定型 然后给他烙出去 等油温回省 再给他闯炸第二遍 这是外酥里嫩的关键 第二遍给他炸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这个五花肉这么第一次就劳香了 今天咱们再加一道程序 那更香 家们咱们在家炸这个五花肉的时候 挂上一点这个淀粉 不要太厚 这样这个炸的时候 这个肉还不容易蹦 然后这个口感还好 那个我把做菜的每个技巧都分享给了一下 有双鸡饭间给饭点 得吧 小饭感 谢谢大家 锅中留油 虾露冲蒜 再放一些芝麻子来辣椒面 必须给他们炒出香味了啊 然后把五花肉下锅 你看看这个五花肉有没有食欲 香辣酥脆烧烤味的 只要是弄它两瓶 高低能买皮鞋都能给你喝丢了